Hello大家好,我是乔静 昨天不是跟婆婆闹了小别扭离家出走了吗 然后呢,小姑子不是就当中间人吗 她说,她昨天跟婆婆打了电话 沟通了好长时间 然后也说了,她老公也有这方面的烦恼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婆婆这个人心底是比较不错的 但有时候说出来的话 确实是让人挺难过的 就像我小姑子她老公 也是会经常偶尔的 我婆婆冒出来两句话给她气的 也是经常找我小姑子吐槽 我跟我婆婆的事情上期也有讲到睡间小事 但是呢,是有经常发生 只要我每次买东西什么的 她都会蹦出来两句 然后上个事情我有说过 但是很多亲们没有看明白 我生气的点就是如果老人觉得 哎呀,心疼你这个钱 然后可以就是直接表达 就是说,哎呀,你不要买这么多些 小孩子够用都行了 然后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但是她是当着我的面骂给娜娜 其实就是说给我听的 这样的话,在我听来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话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沟通 然后指向骂法的做法 然后又解决不了事情 我小姑子也说了 她说我妈这样做确实不对 平常她跟我说话有时候口无之难 说出来话也很让人伤心的 她说你那么的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给自己孩子支配 是你的权利 它是无权干涉你的私人生活的 经过我小姑子的调解之后 我婆婆也意识到 她说话有很存在很大的问题 然后也表达了说 她的做法确实不妥 然后也明白了 不应该干 过多干预我自己的生活 这个问题呢 也就算翻篇了 本来我也没有说真正的生她的气 就是想让通过这个事情让她明白 然后婆子之间有一个界限 大家都不要业界 然后以后相处的话会更轻松和愉快 上个视频呢 然后有亲们还说 你住到你公公婆家 有没有交房租 有没有交伙食费 首先呢 我公公公公子 她是自建的 是三栋 我婆婆是住在二楼 我们住在三楼 这个是相当于是我公公婆婆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楼上已经是给我老公了 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了 我们家里边的钱呢 是分得很清楚了 就像我公公婆婆跟我老公 他们的钱是分得很清楚了 就是出气旅游啊什么的 都实行的是A制 我跟我女儿在这边住的时候 我老公哈 每个月也会给公公 定期的出一些钱 当然呢 然后我也会觉得有些 故意不计 时不时的会给我婆婆买些礼物 我跟婆婆的小矛盾 竟然在上个视频的留言 可以看到说 这是不是你婆婆要让你生儿餐 不满意你没有生男孩的一个表现 关于二胎的这个问题 娜娜两岁的时候 我确实有考虑的 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被困在这里了 想着说如果将来的话 一直要有一些突发情况的 一个孩子却是挺孤单的 然后呢 我就跟我老公婆婆商量 我老公说现在经济压力大 以后如果暴富的话 可以考虑 如果经济基础没有达到暴富的状态下 一个孩子就足够了 而且养孩子的话太费精力和时间了 一个养好就不错了 之前呢 有亲们一直留言说 你小姑子为什么不生孩子 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大家顺带说一下 因为前两年呢 我小姑子确实想要孩子 跟我婆婆商量 我婆婆说 如果你们有自己能力 自己生自己养自己带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不要要这么造孩子 或者不是不要孩子 因为我是不可能帮你带孩子的 在一两一半生孩子的话 女方会管的会比男方中的家长要多很多 所以我小姑子觉得 她一个人肯定是搞不定的 目前一直没有要孩子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小姑子想着是再过两年 然后是经济什么的 各方面比较富裕一些的话 到时候肯定是要找阿姨的 她的心性也会定下来一些 如果她说自己现在生孩子的话 要一天二十小时在家待命的话 她会崩溃的 因为她觉得她心智还达不到 做一个合格的妈妈 自己生自己养自己 带的一个境界 这也就是小姑子结婚七年多来 一直没有要孩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求求你们呢 不要任何事情 发生一点小事情 都能连绞到生二胎去 小姑子买的新衣服 回天天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 同款同色系 你老公呢 你爱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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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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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人 我爱人 你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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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人 你在家习惯了 你几回去 二回 我爱字 十五 我爱人 你爱人 你在家习惯了吗 我知道 是你的衣服 是你穿你的新衣服 换一个 换一个 换哪个 你的衣服 娜娜你漂亮还是姑姑的衣服漂亮 娜娜 谁漂亮娜娜 谁漂亮 你咋真会说话 你姑姑说一个 娜娜的第二套衣服 转个圈圈 好看吗 你还要试哪个 还有哪个 再来一次 哇 好漂亮 再换一套衣服 本来呢 还有什么衣服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是小青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小姑子的新包包 在这儿嘚瑟呢 拜拜